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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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种我不想跟人打交道 我只想过自己的日子 马克思讲这条马铃属社会 就这个样子 但是进了城里就应该有不一样 城市呢 大家互相是有这种联系的 你必须是放弃你自己的一部分权利 为了照顾大家这个利益 城市还应该有自己的公共系统的 比如说古希拉跟古罗旺的城市 如果你考古就发现说 它一开始建的时候就有自己的 比如说这种公共的用水系统 甚至还有这种像古罗马 还有这种热水系统 中国的也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有人讲中国很早就有城市 你像东京啊 像杭州啊 你像西安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其实中国过去那些城市 都是什么 都是比较大的村而已 就是村扩大了而已 你到一百年前你看北京的城市 你看它有什么公共的这个系统 根本就没有 就是一个一个的这种四合院 那北京人用的马桶是怎么用的呢 就是八股联军用四道逼着才用 他就用了 所以说中国其实没有城市文明 一百中国真正的有城市文明 也就是最近的几十年才有 所以说中国是即使人进了城 它是一种农民文化 这个大院就是农村那个篱把墙 你再去看这个比如中国这个武术运动员 他怎么样致意呢 像观众 你看这个东西像不像一个农民的这个围墙 像不像一个大院 拍一张开机拳你看看这样 像不像一个围墙 就是我们这文化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进入到我们的骨髓里去 大院文化就是一种封闭保守落后的农民文化在城里的反应 因此我们很多的问题包括堵车 它的实质是这个落后的这个农民的文化造成的 所以说中国要紧的是要变成一种城市 从农业文明变成一种城市文明 包括放鞭炮 咚咚咚大半夜里放鞭炮像昨天晚上 那是很很吓人的啊 这不是文明的表现 这还是一种农民的习气 还是农公文化保存下来的 堵车也是一样 因此为了城市更文明更舒服交通更通畅 我们应该推到这个大院这个围墙 谢谢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功夫财经 这里是财经江湖 这里有真功夫